沒有證據的話 他要給我一個什麼交代 激動回嗆賴清德 自己並非共產黨員 徐春瑩嫁到臺灣前 在中國某地商業局當科長 擔任他所謂的國家幹部 內部一定有共產黨黨支部 學者質疑為何沒有入黨 徐春瑩從二零一一年起 創辦臺灣新著名發展協會 開始參與公共事務 長期穿梭兩岸 參加邀訪帶團活動 展現影響力 成為中國最需要的統戰樣板 資深媒體人就示警 因為香港就是前車之鑑 英國媒體經濟學員曾報導 香港被中國紅色勢力滲透 在港中共地下黨員 粗估人數高達四十萬人 中共透過吸收當地政治精英 提供資金 拉攏個人和民間組織 有時候他是去吸收 當地的權貴人士 當地的一些重要的 他看上的人 族群情感 中國人的情懷 愛國主義的情懷 不斷地宣揚他們所謂的祖國的強大 去吸收間諜 不管他有沒有地下黨員 我們追究是他的行為的結果 就是有類似這種所謂的滲透的行為 徐春瑩返鄉參訪活動時 多次表達認同一國兩制 加速統一等等 作為意見領受 問題不在忠佩身分 而是言行中是否營造了統戰目的 作為意見頂到此為止 發生的事 我覺得做意見須參與 提供的事